哈喽,大家好,这里是喵妹电影,今天喵妹要给大家介绍的电影是《杰罗德游戏》,该篇主要讲述了女主绝境求生的故事。 男女主是一对夫妻,为了给自己多年的夫妻生活增添乐趣,他们周末决定去海边的别墅度过二人世界。 在路上,他们差点撞伤在路中央的流浪狗,女主心生怜悯给了狗食物后,和丈夫进入屋子,准备进入二人世界。 女主穿上性感睡衣躺在床上,男主拿出了手铐,将女主钻在床上,妻子想到丈夫只是将自己当成发泄的工具,于是开始反抗丈夫拒绝配合,可是丈夫就是不愿意解开手铐。 就在这时,丈夫突然心脏冰发作,倒了下去。 丈夫躺在地上,流出了一滩血迹,女主被锁在床上,大喊救命,可是周围压根没有人。 晚上,流浪狗开始撕咬丈夫的尸体,女主将流浪狗赶走后开始出现幻觉,她得知自己出现幻觉后开始回忆与丈夫的种种不和。 为了喝水,女主自制了一个简易习惯来喝水,女主半夜醒来后发现旁边站着一个长相怪异的怪人,她害怕地闭上了眼睛,内心的恐惧开始被唤醒。 女主小时候和家人去海边度假时,曾被父亲所侵犯,并给她戴上了一副手铐,让她永远保密。 这件往事让女主想起来用血,当润滑剂,挣脱手铐。 她将床面的杯子打破后,割腕,并残忍地将自己的手腕从手铐中撕扯出来。 此时,怪人仍然在屋里,女主留下了一个戒指后便开车离开了。 半路女主因失血过多昏迷而撞在路边,女主醒来后发现自己躺在医院的病床上,女主因为丈夫的死亡获得了一大笔赔偿金,然而那个怪人仍在深夜的时候回之不去。 后来,她从报纸上得知了怪人被捕的消息,女主决定去直面面对自己内心的恐惧。 女主最终走出了自己的阴霾,掌握了自己的命运。 好了,今天妹妹的节目就说到这里了。 如果你喜欢妹妹我的节目,记得点赞哦。 如果你想表达对妹妹我的支持,不妨在屏幕下方留言。 爱你哦,摸摸哒。